女子本弱,为母走钢,记得曾有网友说过,没有成为妈妈时候,连一个五百毫升的挂泉水盖子都扭不开,夹男儿做了妈妈之后,就是扛一挂没洗都可以,带孩子是一件痛病快乐着的事情,尤其是全职妈妈自己一个人带孩子,样样都要自己盯手,恰巧遇上孩子有小病痛,一夜都不用睡了。 做了妈妈后,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,一天最好有四十八个小时,小敏就是一名全职妈妈,与别的妈妈不同的是,她是三胞胎孩子的妈妈,由于丈夫经常出差,加上各种原因,婆婆又不能长期帮带孩子。 孩子满月后,小敏把以前的工作职了,一心在家做起全职妈妈,作为三位孩子的妈妈,小敏要做的事情比大多数妈妈的多出许多,如今三个孩子都两岁多了,尽管自己带孩子辛苦。 看着三个儿子慢慢的长大,小敏也觉得很欣慰了,这三个小家伙平时看见妈妈在干活,都会屁颠屁颠的跑去帮忙了,有个妈妈哭笑不得。 一天下午,小敏带着三胞胎儿子出门散步,逛的时间有点长了,宝宝们都累了,回来的时候,老二发脾气了,忍不住哭闹要妈妈抱,都说三胞胎是心有灵犀。 果然,老大和老三也跟着闹起来了,三胞胎都抱着妈妈大腿,闹着要妈妈抱呢,妈妈接下来的做法,让人惊讶不已,直接小敏蹲了下来,叫三胞胎兄弟,盘成一脸站在自己面前。 他双手揉住三个孩子,用了一把力就把三个孩子抱了起来,在妈妈怀抱了的三个孩子都笑起来了。 从外地出差回来的丈夫,刚好在车上看到了这一幕,她不仅流下了眼泪,瘦瘦小小的妻子,以前哪一点东西都叫累,现在竟然能同时抱起三个孩子,这就是母爱吧。 反过来看自己,这么久以来,都没有把心思放在家庭里,整天以工作为重,把家都忽略了,想到这里,丈夫的眼泪不停。 他决定今后要多抽时间多花心思在家人身上,好好的爱自己的妻子,保护自己的家人。 朋友们,对于此事,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你们觉得全职妈妈这份工作辛苦吗? 以上呢,就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对本文有什么见解,转发或者留言评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